听说猩猩公主被狗狗学校退学了是真的吗 羊狗有什么这个需要担心的事情分享一些猩猩的主事 其实退学这个事情他没有真的退学 只不过是对对方会他又回去上两次 因为第一次回来之后并没有完全的学会 然后第二次再进入学 然后后面其实就 那个老师也会觉得说他可能相会有一点不太好管理 其实类似这样也没有说真的就退学了 对但其实过程中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他 前段时间他其实是作为女生来说 他经历了自己的第一次的这个 变成女的那个过程 是 然后当时会有点担心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早上起来就是全然喜 然后下一条 然后那种感觉其实很神奇的 我一下子更爱他 因为我见着他从这么一点大长这么大 然后还有 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其实 父爱就非常愿意 然后那个当时他其实 不太吃东西 然后瘦得特别快 所以那段时间我特别担心看他身体会出问题 嗯 囧事其实就是都是我的囧事 哈哈哈哈 就是地地也酿 哎呀 呃 地餐也一样 是 那你会揍他吗 如果看到这种行为 呃有一些行为就比如说跟他说了不听 比如他把一些东西咬坏 或者是张嘴要咬别人 就是他不不咬 但他可能会自己习惯性的去去呼一下 张嘴或者是磨牙的 他不使劲 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是 所以我就会抬开他 哎 啊 这个 这就是我们可可爱爱的星星 啊 大家可能都是说 是的 咱这个有点脾气很正常人呀 啊 咱那个 毕竟是这个女明星 小公主啊 所以说也希望我们这个公主 可以这个健康 皮安的快乐成长 好不好